嗨 我是小乐 刚才呢 一个学生在垃圾桶之前捡了一只快要死掉的猫咪 说说快要饿死了 放在门口 然后我在干活他走了啊 咱们现在去看一看这小猫咪是什么情况 走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咪咪啊 就是他 啊 好小啊 咪咪 咪咪 他妈妈也不让他养 他又有事才走了 哎呀 好小啊 咪咪 天呀 真的是半死不活了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快把他带回家吧 哎呀 真的好瘦 好小 哇 大家看一下这小猫咪啊 现在拿回来了啊 拿回来了 现在准备点吃的啊 看他吃不吃 先用猫条啊 用点猫条 试一试 哎 这小猫咪也是真可怜的 看着好瘦小啊 来 猫 哎 猫条来了啊 他应该 应该 应该 哎呀 吃 吃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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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还不能这样喂啊 不能这样喂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应该喂 嗯 装饵 鸵 嗯 嗯 嗯 这是妈咪爱 这是我家的妈咪爱 他的床位肯定也不太好 这个猫狗救回来之后 他只有吃东西 他只有吃东西 就不怕啊 你绝对不能喂肚了 少吃多餐 来了来了 哇吃的好开心啊 这猫咪的单独隔离啊 小猫啊 小猫捡到之后啊 你看他脏兮兮的啊 可能有人说 哎呀跟你给他洗洗澡吧 这是非常错误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千万千万不能给他洗澡啊 这时候 如果给他洗澡的话啊 他一是应激 二如果他有其他的疾病 也也也也激发出来了啊 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洗澡 咪咪 咪咪咪 胃的时候就就就是 给他加上妈咪爱啊 这妈咪爱 他一直调理肠胃 而能增加抵抗力 我在视频里面也多次提到了 嗯 这个小猫咪 他知道吃东西啊 就就就不用 就不用 就不就不怕啊 就能好啊 就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这段时间猫咪 救的也不少 领养的也不少 狗也是啊 哎 吃吧 哎 也不能给他吃太多啊 少是多摊的胃 现在学上了 你看现在学上下一代啊 那比较有爱心的啊 他们救了猫啊 救了狗也往这里送啊 这就是希望啊 天哪天啊 没有 半斤太热了 外边 外边应该有三十来度了 这小猫咪如果没有碰见那个学生的话 他也活不了 还接着吃 我看这小肚子 吃的差不多了 好了 明明 你就在这待着吧 我把香的给他整理整理 我看看肚子 再吃一点就行了 不会 这小猫咪长的 这个小猫咪也不算小了 也不算小了 但是可能 应该就是长期找不到食物 找不到食物 也显得这么瘦小 好 嗯 好吃吧 吃完了给他洗擦擦脸 洗洗虫 洗擦脸 诶诶 都跑出来了 还挺厉害的 还爬出来了 还没屈虫呢 小狗狗 小猫咪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吧 给它 放上冒纱啊 放上冒纱 哎呀呀呀 长得还挺好看的 来 嗯 咪咪 啊 别怕哈 哎 你再待着哈 哎 你过几天就好了哈 好了 这猫砂也给它放上了哈 哎 这水也给它放上了 别怕咪咪哈 在这待着哈 哎 这猫砂哈 好了 拜拜 嗯 别怕哈 你肯定没有事的哈 哎 好了 打完了啊 给小美的宝宝打完疫苗了啊 那你觉得捷捷啊嘢 怎么不是就好呢 难得因为小美 concept 是啊 这好看 好Com up 好ju 限然 FAQ 最后来自你的树及前圈 我女自己的树鱼 我儿女男女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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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大家是根本aying